欢迎回来财经大白话 听说丫头 你之前也有投资一些 像是生意 或者是黄金的基金 我们刚刚上一段 讲到说 你都投资一些什么高收益 或者是东协基金 但生意跟黄金 也是你所看好的 据说最近有赎回吗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怎么会赎回 然后怎么会买 好 因为那时候 是因为美金开始走低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可以赶快进场 所以那时候就有买了 黄金的基金 然后生计是因为我其实 去年就一直有 我在看几个生计股 所以那时候有买 但是今年就是 因为刚好疫情的关系 然后又因为 黄金开始就是走强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 刚好因为副业的关系 需要一笔资金 所以我就把这两档的 那个基金给赎回了 对 刚好都是在 它正成长的时候赎回 对 所以就作为就开店 然后需要的一笔钱 就对了 周转使用 资金的分配 哦 了解 好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 陈彦哥 因为看起来就是 这个丫头从这个生意 跟黄金 这两支基金 我们就来延伸问一下 这两位专家给我们一下意见 那陈彦哥你怎么看 现在这个避险情绪那么高涨 特别是说像美国大撒币 大家都说美元恐怕到年底 会更加弱势 然后金价又有可能再往上走 那现在真的大适合 在投资黄金这个基金吗 因为像金管会也出来示警说 黄金好像会有比较高的风险 这时候还适合定期定额 买黄金的基金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线图 这个长期黄金的走势 18年到19年第一波的上涨 我认为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避险 就是真正的专家在避险 大买黄金 从1200这里这样一路买到1700 1750 但从1750以后 实际上真正进来避险的 这些散户 实际上他们真的有弄清楚 黄金能避什么险 所以你会发现后面推升的这一段 我反而觉得是这个盲目式的买盘的追价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谁 就是我圈起来这个地方 大妈 大妈 所以你看丫头就不是大妈 所以他把她赎回 对不对 那大妈在 我们看一下例子 大妈在13年这个时候 金价修正的时候 修正到1370 1420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便宜 这时候他们大买 结果崩盘 然后崩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都没有再出手 然后涨到他的目标价 他的成本价 他也没有调整 好 他这个时候既然开始又来买了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散户对黄金的一个 追踪的一个情绪又来了 可是黄金又没有利息 黄金要保值 必须是实质利率为负的情况 那你实质利率 如果未来开始转正 你的黄金的价格 就会开始大幅度的修正 因为他没有办法 给你稳定的配息 可是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如果我不买黄金 那为什么巴菲特要去买巴里克黄金 那当然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时候 黄金持续高涨的情况下 对金矿公司是有利的 那金矿公司的股价 跟黄金比起来 你看黄金创新高 可是金矿股的股价 却还在相对低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 金矿股其实是有商机的 反而是有商机的 而且他的本益比不高才12倍 重点是黄金现在的价格 你如果说1900也好 1800也好 他的成本包括生产跟 储存跟销售的成本 其实才在1000块附近 所以对他来讲 黄金只要维持高档 跌没有关系 他还是会赚 但是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说要买这个股票有点困难 其实有ETF可以买 而且像这种 你做定期定额也可以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金矿公司的ETF 不是黄金现货的ETF 所以要买的话 不要买黄金 要买金矿公司 也就是说 这个ETF里面 就有刚才巴菲特 买的这个巴里克黄金 还有纽蒙特黄金 是现在全球最大的金矿公司 那这两个最大的 其实他都有持有 大概两个加起来 大概有占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如果你买这个 实际上你跟买黄金的思维 又稍微不太一样 又稍微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还是看好黄金 或甚至就是说 还是想要透过黄金来 避险或保值的话 其实基本上黄金的价格 到这个地方 我认为还是会先修正一段时间 等大妈走了以后 他们去跳广场舞 我们再回来 买黄金 我觉得会好一点 所以丫头当初买黄金 是有这种避险的想法吗 还是说也是人家介绍你买 那时候是因为我很多的长辈 跟我投资了 给我一个观念 就是说美金走弱的时候 就可以买黄金 所以我平常是本来 就有在买美金的人 所以我有发现 那个波动之后想说 好像是可以进场 所以当时有进场美金的 黄金的基金 什么时候进场买黄金 去年的 去年的时候 你就发现美金走弱 就开始买黄金 然后今年把它赎回 那其实你的触角蛮敏锐的 就是买的时间点蛮好的 那你现在还会想买 生衣这方面的吗 就是如果有长辈推荐的话 最近可能好像可以 都是要听长辈的 对最近有在观察 那个富兰克林的生计基金 所以你是觉得疫情还没过去 所以生衣你还是蛮看好 对而且接下来可能 会有那个疫苗战 所以想说是不是好像可以 从这方面下手 这个我们就来问一下专家 就是刚刚这一个 这丫头分享说 他投资这个生衣 他觉得说这个疫情还没过去 所以生衣后面还有一波 士忠哥怎么看 对我觉得他的副业越来越多 从下礼拜一开始 我的位置应该由他来取代 不要开玩笑 很有投资的这个概念 很有投资的概念 而且讲的都是头头是道 我们讲到其实 以生衣股来讲的话 生衣基金在今年是表现得不错 但是其实生衣有分很多种生衣 生衣的基金里面来说 譬如说我举几个例子 很多生衣股都会去买这档股票 叫做这个辉瑞 但是你辉瑞今年的表现 并没有太好 另外再来说 这个也很多人会去买 这个Junson & Johnson 现在大家都在等他们的疫苗 所以今年也没有表现得非常好 那你看这个是默克药厂 其实今年也没有表现得非常好 今年表现比较好的 反而是像这个莫德纳这种的 莫德纳公司 他的疫苗 他的这个解药 所以你要瞄准的就是说 现在真的会有波动的 这些东西在哪里 可能大家会比较期望的是 在跟疫苗相关 或者是在跟这个解药相关 在新冠肺炎这一块 你说真的是 你要买整个生技族群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他的波动 是不会很大的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就是说 在疫情发烧的时候 你可以去买生衣相关的基金 但是你要有一个想法就是 那个就是你的一个布局的一部分 你要说他会长很多 其实他未必会长很多 比重抓多少比较安全 比如说这就当成是你的一个布局 比如说因为你很害怕 就是整个万一疫情爆发的时候 你要这个有生衣股的这个族群 因为不想错过 你可以拨个大概10个percent 去投资这些东西 就是你的资产组合里面的10percent 但是因为我就讲 生衣相关的它会比较大 很多都会去买这种 比较今年没什么波动的 所以你说它会有很好的报酬率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也不容易 那如果你是说我很积极 我觉得这个基金的话 可能波动性太小 那我就建议大家 你就直接去买刚才我说的 跟疫苗相关 跟解药相关 直接买那些个股它们表现会比较明显 那种的波动一定会比较明显 会比你在 如果你是要求说 我一年要至少10%以上的投资报酬率的话 那我觉得那些个股 可能会比你要买基金更好 压头有期待几%吗 有要10%这么高吗 15% 15% 那真的要买个股 基金比较难有15% 基金很难 基金很难 因为基金我就讲 它是个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就会让你的整个报酬率 会往下 那如果你要高报酬的时候 你就必须可能要投资个股 这个投资报酬率会相对比较高一点点 好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